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熊猫的食物除了竹子竹笋还有什么 呃是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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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苹果 熊猫窝头和蜂蜜等 其中苹果和窝头是进行动物训练以及补充营养所需的额外点心 熊猫窝头不同于我们常吃的黄色玉米面窝头 它的橙色接近巧克力色 外表很像月饼 大而扎实 每个重400克左右 还会散发出奇特浓郁的咖啡香味 熊猫窝头每天至少会喂送一次 并根据大熊猫的身体需求加减喂送窝头的数量 熊猫窝头可谓是大熊猫的高级营养配餐 在成都大熊猫凡研究基地制作的窝头中有个自己独特的配方 精选玉米 黄豆 小麦等五股杂粮 再加至竹粉 钙 食盐 鸡蛋等微量元素 少糖少盐 不含任何防腐剂和食物专家剂 还会根据熊猫的需要加入蜂蜜调味 给专门的配方专业的原料比例 专人的紧密冲凉 与月饼的制作过程几乎一样 经过混合压磨后 直接高温蒸煮完成窝头制作工序 这样精细制作出的熊猫窝头 可是大熊猫朝思夜想爱不释手的美味 由于窝头含有丰富的矿物元素和维生素 因此成为大熊猫饭后甜点的不二加选 看到如此高一样又美味的熊猫窝头 大家是否会动心呢 那么也来亲自制作试试吧 大熊猫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 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么大熊猫有天敌吗 敬请关注下一期的熊猫百科全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